什么在俄罗斯街头摆摊要花100个大不了 事情是这么回事 大家都知道 这小泥子在和我认识之前 是俄罗斯这边接触学院里的学生 主修的是美容美发 课余时间呀 还兼职个平面模特啥的 这和我在一起之后啊 我就觉得这美容美发在这边没啥发展 我俩就一起做了自媒体 等以后旅游恢复了 也能和我一起做旅游啥的 可这一年下来呀 这小泥子自身也有点焦虑了 她认为自己没有一个自力更生的工作 而且她现在觉得一直都是我在帮助她的父母 她也想完全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家里面做一点贡献 还有点害羞了 为什么呢 我花費工一年 可能我花費工 我爸爸,我每年都花了 我我一直都花了 我真的懂得了 我已經懂了 我都花了 我希望自己要做的事 我都花了幾天 我每天都花了幾天 我花了幾天 你覺得這很輕? 我當然很輕 我實在很輕 多久 你花了多少時間 我花了 你全獨自在做的事 我都花了幾天 我做了幾天 小最後一年 好呢 是的 好吧 我就是各有极的 你以为粪正能在学习 我根本陪在眼前 明白 我说我要 Standards 我如果有一定的地方 让我去讀计 你解释了吗 我ibe踪的地方 我好像是操作的 你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在中国的街上,可以用一些东西,对吗? 那会比较便宜,然后要坐在那里,去购买 你看到,多少人在那里,全人都在这种团,很多人都在家里 他们看到这些团了,妈妈,买! 然后妈妈在这个团了,妈妈没有选择 除了,如果有趣味的,我们可以选择既查看 我真的要求你 如果你想 подарок 你不想购买 我会给你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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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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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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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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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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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其实小达这个想法也不是不可以 就拿我们这里的公园来说吧 夏天的人特别多 这里摆摊的生意也很好 而且这里的上饭呀 基本上都是从中国承拿的货 这如果要联系一下我朋友 可以帮着小大厦拿到最便宜的货 只要选好品 短时间挣个冰箱 那还是非常容易的 为了确定计划的可试试性 我们就特意来到了公园 进行了实地考察 看到吗 什么看到吗 什么看到吗 有些不同的 有些玩具 还有小鱼 还有小鱼 软鱼 和软鱼 为了更好地了解市场 这小妮子就每个摊位都买点东西 然后和老板套进乎 问摆摊的细节 怎么样 从今天下午 什么 什么 将吴 是我 刚好 如果您是企业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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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 当这个大妈说 一百万卢布一个季度的时候 真是把我惊到了 这平均下来每个月 要三万多人民币 这比国内租个小商铺都贵 其实我更愿意相信 是这个大妈不愿意多个同行 所以在吓唬我们 后来我们又仔细地考虑了一下 由于我目前的签证问题 还没有完全处理好 如果真的不办手续去摆摊 这小妮子肯定需要我的帮忙 如果要是遇到检查的 就可能给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还是等我把签证问题 完全处理好 过些日子再帮这小妮子创业吧 行了兄弟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想知道小达的发财日记 后面有什么发展 请点赞加关注